主席 主席我们请林长刺 伟师好 长刺好 今天部长请教 那我首先我要讲的事情是 因为其实前两天在未还委员会 也是讨论年金的问题 那也谈到一些世代正义的 这个相关的议题 那我今天一开始我要说的是 蔡总统她在她的就职演说当中 她有承诺说 她会为年轻人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家 那她觉得说 虽然她没有办法立刻为所有年轻人加薪 但是她承诺说 她会立即展开行动 但是呢 其实新的政府 因为上任其实还不到一个月 现在才16号 那我也不会苛求说 在这样还不到一个月时间 要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个 就是方案或者是具体的一个表现 但是呢 其实马上就要就是 筹编下一个年度的一个预算 但是这个预算呢 其实是整个政策的具体的表现 就是你们要做什么事情 在这个预算里面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我希望说到时候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你们真的可以提出 让年轻人有感的一个预算的一个编列 这是会呼应你们的政策的 所以这部分呢 请麻烦 今天回去帮我转告一下郭部长 就是你们下年度 你们的这个预算的一个编列的时候 年轻人这一块千万不要忘记了 好那在这之前 我想要讲下一个年度 我们也必须先盘点一下 之前政府在推动年轻人的一个 就业政策上面的一个表现 那我现在问到的是 行政院在103年到105年 它有推动的促进青年就业方案 那这个方案呢 动员了11个部会 推动了64个方案 计划 那三年也编列了140亿 的这个预算 那现在已经执行了两年半的一个时间 也剩下半年 那你觉得 这样的一个计划 有没有达到你们当初所设定的一个目标 那麻烦你从就业 那以及薪资这两个面向来做一个说明 谢谢 谢谢委员 那实际上行政院推动这个跨部会的青年就业的计划 那各部会都各有分工 那就 劳动部来讲呢 我们对一个部分呢 我们提供了一些就业的措施 包括在学跟离校的部分 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离校的时候 当然很快的 我们提供快速的就业的媒合 我们实际上怎么样来协助青年呢 能够找到适当的工作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个眼界再往前再更跨一步 也就是说他再从他在学的阶段呢 我们就开始做 我们因为看到一个很 在社会上普遍的现象的时候 很多的年轻朋友 他已经快要离开学校了 他在就业市场了 他是没有太多的认知跟了解 甚至说走向哪一个职业呢 是对他比较合适的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 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我希望你用具体的数字来回答我的问题 在就业的上面 我先问道好了 在于就业 针对于15到24岁的失业人口 你知不知道说这两年的一个变化 15岁到我们大概 在劳动部我们把青年的部分 大概分成两个年龄的成 一个是15到24 在过去三年的变化 103年呢 失业率是12.63 104年是12.05 那在105年4月 也就是最近呢 是11.78 那15到29岁的年轻人呢 在103年是9.06 在104年是8.70 那在105年4月是8.78 这是目前的青年的失业率的一个状况 来就青年的失业率 我看起来是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动 就微微的一个增减这样子 但是我要提到的是说 在青年的族群 它的失业率 我想次长你这边也知道说 它是我们整体失业率的三点多倍 然后高于整个世界的平均 也是两倍多 所以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就业来说 其实它的状况 跟其他的国家比较起来 它是相对比较不好一点点 那这个部分 其实在如果说用这一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促进青年就业方案来看 这个失业率 以及整个就业的情况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显著的一个影响 那再来薪资的部分 我要请问一下 在104年度 因为先前才刚刚公布 现在的这个大学起薪 平均是27,655 那在103年的话是27,193 那前几天林权院长他有说目标是要达到3万 好 但是过去7年 大概涨了只有1,500 所以如果要涨到这个林权院长讲的3万呢 大概需要用 大概啦 我们说这么缓慢的话 大概要14年 那也是如果说小英政府执政了8年 那个也超过了他的一个年限 那所以我要问到的是 近期能够立即去做 然后真的会就是提升这个薪资 能有效的这个方案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跟委员报告 当然在从劳动部所所主掌的这些法令里面 当然立即可以对劳动市场造成影响 就是对低薪造成影响的 当然是一个基本公司 是其中一部分 那这个必须要有更多的一个社会共识 那今年7月呢 也会召开这个基本公司的委员会 不管是对夜薪对时薪呢 大家会再做一个讨论 但这是其次而已 那其他的部分呢 其实上就是要增进 我们7年朋友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资能 让他能够在这个就业市场里面呢 能够来适应到 因为很多工作机会实际上是有 但是呢 我们亲眼朋友的技能呢 他本身是不是能够符合 我想这一部分呢 就像刚刚委员所提到 应该做更多的投资 那我们也认为说 跨部位的合作应该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从学校的部分开始 我们希望跟教育部 多做一些这样的合作 从学校来讲 甚至要更继续的扎根 不只是大学 应该再从高中甚至国中 就培养他对工作的一个认识 职业的认识 进行相关的职业的探索 这样子来引发 诱发他对学习技能的兴趣 我想这是比较 无底抽薪一个根本的一个决策方法 好 在心智这部分 其实我如果还是 次长这边提到这一些 跟过去的一些做法 其实差异不大 那如果我们只是等 最低功之法的一个 你们的一个立法的话 其实我对于就是 要在近期能看到什么成效 其实我是蛮悲观的 那当然我还是期待你们 在这一块要多做一些努力 因为现在的薪资 跟现在的物价水准 其实是没有 就是不成正比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薪资一直停留在十几年前 好 那再来我就要问到公时的问题 根据你们自己劳动部的统计 103年度我国的这个劳工 他平均的公时是2134小时左右 那全世界是排名第四 那我相信这个数字 实际上会比你们调查的更高 因为很多违法的不会算进来 那你们老减的一个状况来说 很多的违规是因为超时工作 或是没有给加班费 这是比较高比例的 那我之前也咨询过说 你们这个违规的这个罚则太轻 你们罚款真的是很低 有的我算起来平均一件才3万块 那如果我一件我可以省 可能一百万的加班费 那跟我给你罚几万块 那到底我要选择什么 我如果是业主 我到底要选择什么 我如果是一个无良的一个雇主的话 我要怎么选 那很容易选择吗 所以我要问的是说 劳动部你们这边有没有做 就是经常性违法的这些 业者的一个黑名单 然后来做经常性的一个稽查 第一个先达胡刚尾提到的 实际上雇主违法处分 跟他应尽的义务 这是两件事情 也说不会因为他违法被处分 而他不需要去给付 该给给付给劳工的这些待遇工资 我想这是两件事情 应该是会都会妥善的处理 所以刚刚委员所提到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这方面的检查业务 实际上都有持续的进行 而且都是地方政府 我们在最近的这段时间 我们补充了地方政府 非常多的检查人力 也就是说让他们去执行 彻底的执行 劳工调查检查 我相信委员在地方 可能也多少听到 很多雇主多多少少 会觉得说我们的检查的密度 太强了一些 当然在检查的密度 我是觉得对于法令所规定 劳工应有的权利 我想这个没有任何的折扣 也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空间 就是应该去执行 我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这边人 我常常接到一些诚勤 比如说像医学中心的护理人员 他们常常被要求加班 那通常有时候他们也 就是拿不到 就是全额的一个加班费 那但是因为劳工局跟医院 好像都会有一种默契 好像就是不是每个月 都会去机查 那所以他们认为说 好像说你检举也会给改善时间 然后也不是固定机查 不是每月机查 所以可能四个月 他才被罚一次 那有可能也给他改善时间 也没有罚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像这种经常性违规的雇主 应该要可以去做 连续性的一个机查跟开罚 这样业者才会怕 不然现在我们罚者这么低 然后你又没有持续性 一直针对这种 有黑名单的这种厂商 或是业者或是医院 去做一个机查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一直在违规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最后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在职讯的部分 我刚刚前面委员有问到 就是有一些课程开了之后 他的一个就业率非常低 那我有看一些课程 就是你们劳动部办的 有一些其实就业率非常好 但是你们有委托民间团体 或是政府单位 就是地方政府 或是大学的推广中心 他们去做的这一些课程 有一些课程 他开完之后 他的就业率很低 我去看了你们103年度 委托民间去办理的 最低的前10名的课程 他的就业率都低于10% 还有零的 就是我100个人去上课之后 可能没有半个人就业的 所以我想要问一下你们这种开课 这民间帮你们开课的 你们是为了开课而开吗 那你们到底有没有对于 这个市场的需求 去做一个通盘的一个 就是讨论过这样子 我想刚刚针对刚刚委员说的 直循的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对于生素检查 我们任何一个生素检查 一定有复查的机制在 不会说他生素检查以后 划了以后就不再去 所以这一部分回答委员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有关我们委托民间 因为当然我们在整体的训练容量 是很大的 我们需要跟民间合作 但是一定要求他的品质要提升 所以过去的确我们在 或许在就业率的比例上面 比较低 但是我们在最近 去年的统计来说 已经到70%了 我想这一部分是持续的 任何低于一定比例的 就业率的这些训练团体 我们就不再跟他 进行合作的关系 我想这是我们目前采取的对策 那今天我询问的问题 很多都是跟年轻人的就业相关 那也请你次长帮我把 今天我一开始所讲的 在预算的编列上面 一定要让年轻人有感 那请你帮我转达给郭部长 谢谢 接下来请王荣张委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